德国柏林青少年交响乐团寻回台湾访问 其中一站来到了金山高中 两校交响乐团、管乐团还有原著名艺能专班一起艺术表演 期待借由艺术教育激荡出不一样的火花 金山高中去年荣获艺术教育贡献奖 为了让艺术教育更多元致力于在学校里开办各个艺术团队 近来德国柏林韩德尔中学附属的柏林青少年交响乐团寻回台湾访问 其中一站就来到金山高中 两校交流互动乐落 交响乐团、管乐团还有原著名艺能班一起来艺术表演 让两国的学生与国际接轨 所以今天会有一个很棒的活动 包括我们学生的表演 还有韩德尔中学的表演 以及原名班的乐舞的表演 希望能够营造出一个宾至鲁龟的感觉 也能够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充分地欣赏到 国际一流水准的管学乐团的演出 那今天几乎全校的学生都留下来 因为下午是测团课嘛 所以让国招中的学生都留下来在那边听 他们是自愿留下来听课的 听这些演出的 那我觉得这样的活动更能够展现 艺术教育的这种推广的成效 因为艺术是无国界的 透过音乐的交流和艺术的交流 可以让孩子更喜欢 更培养所谓的艺术建赏的美感 音乐是不用语言的媒介 所以我们真的很高兴能够跟德国的学生 一起做音乐的交流 而且在这次他们访台的行程中 我们片面的得知他们也要学习演奏台湾的民谣 那这次特别的他们要演奏是望春风 所以我们也将以北海岸的 三治地区的作曲家对于贤的望春风 来跟他们交流 并且我们让我们的学生用英语的方式来讲述 望春风的歌词意义 并且由我们同学亲自唱给他们听 希望让他们在演奏这个曲子 有更深刻的文化的感受 首先由金山高中管乐队学生带来 1070年度参加新北市比赛 荣获优等的两首经典作品 以及知名得到作家史特劳斯的拉带司机进行曲 表示对柏林交响乐团历临的盛大欢迎之意 我们之前已经先去过台南 然后之前也到了新竹 那我们最后这一天到最后的这两天在台北 那今天是在金山高中 还有早上在南门国中的演出 然后下午是在 不对 明天的下午在东武大学跟 东武大学的松仪厅跟荣幸合唱团做最后的演出 那就是这整个我们的行程是这样子 然后关于音色就是乐团 那我们也认识了很多学校的乐团 那在这个学校的乐团里面 我们学生听到了很多不同的乐曲 然后有两个是管乐团的学生 包括金山高中的管乐团 那早上南门国中他们也是管学乐团 那我们见识到了台湾同学们的 台湾音乐班同学们的音乐实力 柏林青少年交响乐团也带来多首乐曲 要与金山高中学生分享 更入境随俗 特别准备了台湾名曲《望春风》 而金山高中学生也要向来自德国的学生 讲述《望春风》歌曲的寓意以及故事 这次要让双方的艺术文化深度交流 记者让平坦的金山采访报道